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节目是讲如何把你现在的线下生意搬到线上 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然后我相信这些加入这个社会的商家 你们应该已经收到我们公司的email 要跟你拿资料 Amin,信仰方面有什么要跟商家讲的吗 嗨,老板们,你好 我这边来解释一下需要写什么资料 如果有收到email的商家 你会发现到我们这边团队有发了两个form给你们 一个form是叫registration form 它是form A 另外一个就是form B就是deal form for registration form是需要你们填你们的公司的资料 还有你们一些负责人的资料 然后在最底下要签名 当作就是固执成为我们这个APP的商家 第二个form B 那个deal form是填写关于你们可以提供的免费的一些产品或服务 只需要根据在那个表格上面的叙述填写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有发现到一些商家呢 是可能你们因为我们都在闭关在家嘛 无法去拼出来填写再email回来 所以呢我可以发就是那个document的format给大家 如果谁有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重新发那个document给大家 所以今天的目的我要了解你们每个商家的生意模式 你们的产品服务你们有没有做定位 我要了解完了然后我的团队会议在这里 给你们策略给你们idea 然后在pm 里面给你们拿我们需要的一些material 所以before我去认识你们每个商家的生意模式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公司我自己 我是 Kenny 我们我创办了TLS Social Media Agency TLS Society 4年前 我们有20多个团队 有自己的Business Consulting Team 有自己的Strategy Marketing的团队 有自己的Video Team 有自己的ID Department 有20多个人 然后我们日来服务的对象都是中小型企业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创办这个APP 我们APP本来是在4月 这个4月就开始了 因为COVID-19所以点到6月 创办APP的目的是 我们要永远解决商家科研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免费模式的APP 就是要让消费者验警尝试 因为免费嘛 我也一起尝试你 然后我觉得你好 我觉得你的服务好细心 我就继续指示你 然后通过Refeller的系统 用Refeller介绍更多人 这是我们的概念 我觉得做广告 如果单单只是做广告 打广告 Facebook Social Media 顾客来了一次 就不会再来了 然后顾客出去了 他去哪里 消费都不管你的事 这个不是我们的模式 我们的模式要把每个顾客 都变成可以帮我们赚钱的 帮我们赚钱的那个行李 相当压会生惊弹的意思 这样子 这是我创办Sociite的APP的 然后为什么我要推出 免费帮商家把生意放上网 OK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我们APP delailed到六页 那些之前注册的商家 都用不到我们APP的功能 所以我们才决定 用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 expertise 我们的强项是做overtycing 想策略 做系统 做广告 这是我们的策略 我们的强项 所以我们在这个COVID-19的期间 我们帮我们这些商家 免费把生意放上网 然后给你策略 给你idea 这样子做 这就是我们TLS 所以我现在这个时候 花一点时间 来了解你们的生意模式 谁是第一个想分享你的生意模式的 然后每个我们都会问 如果在线上问不到的 我们在线下我们的团队call你 给你了解 然后给你真正的策略 到底我们应该这样子做 现在你Race Hand 我会直接给你idea 我们应该这样子做 然后你要记得 我们是帮你做 不是你做 不是你自己做 我们帮你做 如果我帮你做之前 我们的团队要了解 你的生意模式是怎样子 老板我这边 OK 这边有一位老板举手了 OK 来 Galaxy Note 8 这样称呼你啊 Galaxy Note 8 哈啰老板 听到吗 听到我这样称呼你啊 哦 我叫Wyman啊 OK Wyman 你说是什么行业 OK 我从事 我是开洗车店的 洗车美容 你现在面对最大的挑战呢 客源不多 客源不多 然后你现在你主打的产品是什么 洗车啊 Polish啊 Cooting啊 还有最赚钱的服务 最赚钱的服务 Cooting啊 Cooting最赚钱的 然后你的定位 你的顾客群是谁 如果不定最赚钱的话 我的顾客群是在我这一区的一些中低下的车子 我面对最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客源不多 所以不是每天有做到这样子的服务 而且其他那种洗车的服务也不是说很多 然后你在这个行业多少年了 Wyman 一年多了 为什么你这样多生意不做 马来西亚你会选择洗车这个行业 因为我觉得现在马来西亚洗车的行业 这个市场很大 而且我有做过讨论啦 马来西亚的车子超过大概是28万元 所以那是为什么你看28万元了 假如每一部车子一年来 你的店洗一次车 你赚一块钱 你有28万元了 第二点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时间自己洗车 第三点 现在马来西亚的那个 那个黄泉车子很多 所谓好像我们 Crank Valley 的一些人 都住在Condominium 他们没有多大的能力啊 去买到那种link house 所以变成这种人在Condominium 他们没有这个地方洗车 我问了一个问题啊 Wyman 我相信洗车 因为你觉得洗车价格很大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的 我会觉得是这样子 我相信洗车的行业是 我相信一个区有最少的有几间的 对不对 对 没错 我讲你那个区有不讲很多 讲有四间 像你有什么特点 Unique Coin Attracting它 会到你的店洗车 有吗 你们有这样子的策略吗 我有一些服务是人家没有的 比如说 比如说高温杀骏呢 这个服务是人家没有的 而且我的价格定位会比红区的来得比较便宜 是是 我大概了解你的声音模式 然后你那间店啊 是你自己负责还是你有情人 我自己负责 因为在我附近的洗车店没有老板会在那边负责 也没有华人会在那边负责都是交给那种外劳 所以外劳给那种客人的那个confidence不是很高的 对对对对对 这点你赢了 这点 不错 我给你的提示啊 我们会把你做的东西是什么 我就讲比如说 洗车店在那个行业是很多间的 可能几十间 我们这样子来跟别人比不一样 如果你要打广告的话 我们应该给出的是价值 好像你其实很需要做personal branding 尤其你才开了一年多 你要开分行你要做大其实是不难的 你要开始建立那个personal branding 要把为什么 其实洗车 是洗车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看很deep的话 其实洗车可以讲很多知识的 对吗 车灯 车气 车身 如果保护车里面的那些沙发 皮的 皮的或者是沙发 对不对 很多这种细节对不对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做live 我们做video自己做用手机 因为我们 我们是帮商家拍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这样子做 你做 你讲 我们给商 我们给消费者价值 讲如何保护车气 如何保护大压 如何保护车里面的皮 或者是沙发椅 OK 一直讲这种video 然后我们用这种video 来做branding 来connect你那边附近的消费者 每个都有车吗 可是只有你这一间做这样子的动作 OK 做video 然后我们做广告 engash你附近这边的人 当他们看到 哇 看到你这种东西 哇 你很 给人家的感觉是 哇 这间洗车店很专业 他不知道 他洗车 只是他还教育我们 给他们很多价值 tips 如何保护车气 如何保护这个 对 对小辈子 我们用这样子的content来认识他 当他 当用这种content认识过后 他觉得你专业的时候 像他洗车的时候 他选择的话 如果我是要找一些比较好的洗车店 我会选择谁 外门 当然是比较专业的 对啊 用这种video来呈现你的专业 如果我驾大车人 我们要找一次找专业的人 我不要找到我随便洗我的车 我要找是真的只有管理 他对这个行业真是认真的 可是我们没有讲的 消费者不懂我们是认真的 如果我们通过video 我们讲出来 我们的 expertise 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认识 我们的细心 这样消费者才看得到听得到吗 对不对 然后我们教你样子做 因为平常我们 如果我们的服务 我们是帮大家拍的 可是在这个期间 我们教你样子拍 我们帮你找tips 帮你想什么课题 想给你聊 然后你用你的电话来拍战事 然后我觉得我们 如果真的要进步要成功 我们一定要赶上进 很多老板是不赶上进的 所以外门你上进OK吗 我 应该不可以的 为什么 如果你不要成功 我不是不成功 为什么你不要成功 为什么你怕成功 买门 我 我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为什么 这样 就是我才没有call你们 我们给你建议 如果你要做 在market 你要维持 你要做到 personal branding是很重要的 因为personal branding是你的竞争对手 还没有做的 我相信你那附近还没有做你两次外劳吗 我觉得这个是你所想要做的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吸引到很多很多喜欢那些专业行车的对象 因为如果我们针对我们的顾客群 你是要找那些比较有数字的 所以这些最想要的就是价值 所以提供价值就可以帮到你 好 然后我们会帮你 我们会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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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不好意思的 对不对 对 OK 那么我们要实行这个免费模式 我了解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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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也有call我了解你的这个免费模式 比如说 我们说免费某些东西 因为我是做服务嘛 对对 对不对 啊 比如说 我说我说我现在在三个月免费洗车 嗯 OK 然后呢 呃 那么 客人只是来免费洗车 你不会觉得这个是很大问题吗 其他东西 我的服务完全是做不到的 对啊 你你你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这样对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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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 我的 basic就是洗车嘛 对对 啊 所以我不可能说 我完全是免费洗车 然后 呃 就 就 就 以这个模式嘛 这个是第一个了解啦 第二个了解说 我答应你 OK 在这三个月 我给你 不要说三百个 我给你一千 一千部车免费洗都没有问题 只要我的店出名嘛 只要有客人来嘛 对吗 但是会不会说 同一个人 可以 redeem 十次 八次 还是 他只能够 redeem 一次 OK 很好 我解答你的问题先啦 好好好 OK 一个一个解答 如果你一千 一千份顾客来你的店啊 我相信你的店很出名的 认同吗 我还没 嗯 当 因为人家免费来你的店洗车 我给你 第一个最好的 呃 优惠是 那些路过的人会觉得很喜欢 为什么这间洗车店 这样多人 每次这样多人呢 一定是有什么东西 很特别的 所以你会造成 别的流量来到你的店 这是第一点 嗯 然后第二点你讲 免费洗车 嗯 免费洗车我们的平台是没有限制的 嗯 个人来四次五次十次都可以 可是他有条件的 他不是一直有这样子的free 他要做付费会员他才有free 才可以每个人有四个的free item 然后那free item也不是顾客一定会选你的 有很多他会选他需要的 可是其实我觉得是需要的 然后为什么顾客来多会很好呢 嗯 example 我做一个example 嗯 顾客来的一次拿了 这个月还来了一次拿free的洗车 ok 第二次再来free的洗车 第三次再来free的洗车 第三次再来free的洗车 这样其实是不是你跟顾客已经开始建立关系了 可以建立干净了 ok 第四次再来 ok 我们就可以 我们其实我们一进来我们就帮你设计upsell的package 你进了这平台好处 你可以利用别个商家的职业 ok upsell package什么 今天你们买我200块的top up 我送你价值600块 三个商家的free offer free洗年 free中餐 free修车 ok 你今天top up 老板你来了三次了哦 你认识我们了啦 我们的服务也不错 所以你才会继续来嘛 对不对 ok 今天我们有个top up 只要你top up 200 或者是500 或者拿我们的cutting 我们送你价值 肯定是三倍到五倍的 如果是拿1000 我们就帮你做到3000的价值 拿1000的配套 我们帮你送3000的价值 你自己做不到吧 如果你自己拿1000送3000 成本高 可是通过这个平台做得到 你可以利用别的商家的职业 这是我们配对的 不是一直配对 我们帮你配对 然后配对给你 对 这样子up sale的策略 就可以增加你的closing rate 你的up sale rate 对 然后顾客要三次四次 我相信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建立很好翻新了 所以我想问你 如果我们卖产品给末生人容易 还是卖给朋友容易 当然是卖给熟悉的客户 非常贵 对啊 虽然你看到前面也是贵 两次三次洗车 可是当你up sale的时候 它是买你的coating 它是拿你更贵的配套 这是免费模式的精髓 为什么免费 免费是让我们跟顾客建立关系 这样我想问你 不好意思 我想问你 你说你的那种customer 你的会员download那个app 它是要有付费的 我们有两种 一种是free trial 一种是付费 free trial的话 它一到落 暂时这个period 这个这段期三个月 我们有free 它总共只有四个 四个free offer 然后三个月过后 每个一个 如果觉得好 它就可以upgrade去付费会员 付费会员 一年才99 一年99 每个月有四个free item 那个四个free item 价值最少300到800 因为我们31号注册的商家 我们都免费送你animation video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团队 会联系你们 跟你们哪 所需要的资料 帮你做 做品牌的video 然后这个video 你可以拿来做 做广告 OK 你在这个行业那么久了 你们是专门帮人 拍video的吗 对 拍什么 拍video啊 对 对 对 我问你 在Facebook那边post up 那个effect会大 其实Facebook啊 马来西亚可以讲 90%都在用Facebook OK 如果你Facebook 你卖东西的话 Discount卖东西的话 肯定效果就很普通 因为每个都在卖嘛 我们人是不喜欢被哈销的 可是今天如果你做的公告 是价值 是教育 给到你的消费者 哎呦 这个东西很好哦 可以帮到我这个这个 我很好 我很喜欢 这样Google就会追随你 Follow你 用你的video content 有价值的 content 来安格消费者 因为 赶紧多讲嘛 单人是卖熟悉的Google 或者是朋友容易卖嘛 Facebook Facebook 是陌生市场来的 人家不认识你的 你做广告马上卖啊 是很挑战的 不是讲没有修杀 是很挑战的 可是我们做的广告是 用我们这些video 交易性的video 或者是故事营销 用这些video来connect消费者 connect的意思是 他看到你的video 他认识你了 我们过后 会把你做re targeting ok 让这些人看过你的 广告的人 或者是追随你的人 看他看到你的offer 认识你了 过后 我们才来卖他 这是我们的策略 branding company marketing 这是我们以外都在做 所以Facebook 是要大海捞针 大海捞鱼 把你这些video 丢出去 捞他们 捞到足够了 我们就会把你做re targeting的广告 re targeting 只有喜欢你video的人 看过你video的人 才会看到你的re targeting广告 我要给你们清楚啊 你们拿到这些free service 可以是因为加入我们社会APP 所以我们才送你这些free的服务 帮你上广告 免费把你设计广告图 免费送你那个animation video 然后我们还会给你策略 我们不只是 大家给你拿产品 就上广告 像我所讲我们是做branding的 我们给你brandstorm写 策略idea 然后office 我们才决定要做什么广告 Wyman 我的团队给你拿资料 其实Wyman你的洗车很适合我们这个APP 我就是讨历很久 很适合 然后我们的职业整额 一定可以提升你的upsell rate 我们讲100% closing 可以提升很高的upsell rate 比如说他买一个给你洗车 我给他签6个月的洗车 6次洗车 送他价值300块的free offer 这样子肯定可以打动他的信 300块的free offer不是你给的 是我其他商家给的 然后free CDN free armor 我前6次我可以拿到free CDN free armor 价值600块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 职业整额的策略 所以外面哪有问题吗 有问题啦 让给其他人 最重要是看你的团队 几时可以connect 因为我要分享一下 我所有的service listing 然后跟他怎样配合吗 我们的意见是 我们选了哪个比较适合 我们会主打一样 主打一样 因为在社交媒体 你所有东西都卖 很难卖的 我们主打一样 把那样东西的优点分线出来 所以我们的团队今天过后 他们会联络你们 好 接下来 然后每个商家 我都希望你们可以分享 如果在这边分享不到的话 我的团队会call你 跟你详细了解 这边分享的话 我可以直接给你一些idea 这边我们感谢外曼的分享 我们可以 请下一位商家 也来分享你自己的生意模式 如果新机电影 我们现在想了解你的生意模式 你面对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然后如果在线上分享不到的 来不及的 我的团队今天会一个一个call你们 给你们了解 然后会跟你拿 你们现在最参考的产品故事 这样子把这个服务 带到线上 这是我们今天会做的 有吗? 下一个要在这边分享的 然后我分享的时候 你们可能也是很适合你们那些策略 你们也可以乱收着的 我再解释一下 可能你们 我不懂你们是这样子加入 可是你们没有看清楚 你们加入 这个20%这个cashback 5%cashback 10%referler 5%平台 全部都有各自的好处 给5%有好 有上下的好处 为什么要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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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给Society都有它的好处 所以这是加入Society的平台 所以这边的offer 为什么cashback参加 好像cashback要给35% 会有多多个交流 因为他们想要一个 也不是说有商家都可以 很多商家加入 我们也一样 其实都是每个所有的商家 这适合可以配合的商家吧 Venny这边要讲一讲话 Venny Venny有在吗 有听到吗 有有听到 有啊有啊 Venny请发言 我是做美容的 然后我自己有一间美容院 可是我已经做了23年 我以前有很多伙计 他照现在我是一个人做 一个人做 对 你做得来吗 可以啊 因为我以前很多伙计 我都还是要很忙的 所以 因为我先生讲 我每次去找你 你的伙计都是在按电话 你每次都等你出来的 就是你很忙的 这样咯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 面对的问题都是 要一直有科研 是很重要的 做不做得来 这个不是问题 我一个可以顶三个 然后你本身电 你觉得你最参加的服务是什么 我是 就是洗脸啊 和瘦身 美容院做瘦身啊 对啊 瘦身赚钱啊 洗脸也赚钱啊 我以前有十个伙计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可以讲啊 老板 要粗粮的时候啊 该塞啊 要洗到某某某某某 可是我这个月做二万 这个月做三万 全部都是我的 很好 这样你就当然做洗脸跟瘦身吧 洗脸跟瘦身吧 没有变了 已经很好了啊 我已经 我一个人可以顶那么多个 我觉得OK啊 我去外面打工 我都拿不到这样的薪水 而且我是一天做两三个 我有试过一天做七个 可是我是五个小时里面做七个顾客 嗯 也是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是你安排而已嘛 因为我有一些准备是可以 比如讲 现在很流行做 给你链结实啊 给你亮啊 那个时间大概半个小时 我就可以搞定了 Lifting 你需要Lifting Laser 有做Laser吗 也有 看了 我是那种 没有随便给顾客做的 嗯 因为我要做长期顾客嘛 顾客要信任我嘛 嗯 有很多美容院的商家 Sleep and Darling 就有Laxial Beauty 做美容的 做Laser的 Laxial Beauty 在那个 在那个什么啊 在那个 奶茶什么 The Alley的 那牌吧 它是很大间 还是在一间而已 那牌呢 其中一 它有开两间 一间在Sleep and Darling 哦 其实 其实 开分行的东西什么东西 我都有做过啦 这些东西 可是 我觉得就是 要我们自己顾到 顾不到的东西 做不了那么多 我就把Laxial Beauty 的策略告诉你 因为它的策略都是 我们都是共用的 嗯 Laxial Beauty 是做Branding的 它是从做Branding 慢慢开始做到开分行 做Branding 我们一直都把它拍 他的Branding Video Testing Mode Video 因为做美容啊 顾客要花一个十多时间 去做Laxial 是需要觉得 他要的 顾客要的东西 是对你有信心 第一点 第二点他要觉得你是专业的 我做Laxial Beauty 你看到一种美容 一选美容 我们是不可以做的 他们那时候 是还没有给人家抓到而已 开始了 申请了 我没有的 其实我们很多 有时候很多 卫生局会来问 你知道哪里有男生吗 哪里有做 不是你们美容 可以做 你自己去查咯 我给你的意见是 做美容啊 其实最重要就是Branding 为什么顾客 很介绍他买单 因为他的竞争对手 是医生 为什么不 找医生可以找他 因为他 不到很多 所以 所以Forester Partner 每个商家 我们都会很建议你们 帮你们 做Personal Partner 因为我们要把自己做好 消费者才会对我们有信心 因为 KangVadiant KangVadiant 每容院4000多件 我们如果一家商家 这样子跟4000多件商量 这样子来跟他们Branding 很挑战的对不对 可是 社会的拼义就是说 让你一个生意 可以跟4000多件做朋友 一些顾客满了 他坐过来介绍给你 因为他有10%可以拿 这就是我们的模型 然后 如果你要把生意放上网 OK 可以提供的就是 因为我们第二个节目是 教你如果用Zoom 来做私上 线上执行 因为你们做美容很多次 free free consultation 对不对 看你的什么问题 到你的店来看 对不对 有吗 有做这样的东西吗 有 现在我们把它转到线上 教你线上注册 就用Zoom 我们教你如何用Zoom 那是第二个section 教你如何用Zoom 线上执行他的脸 他就靠近你的脸 就看什么脸 你就advise 好 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 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加 你从线上执行他们 收取这些人的Data Base 当他觉得 你的Dips很好 你的idea很好 然后你可以给他一些Dips 这样子来照顾你 如果你最近 20多年应该有一些Dips 如何照顾你 DIY 是什么事物中的东西 DIY 在免费的咨询的时候 给他这些Dips 来建立那个新人 然后从这个时候 我们给他 100个500个新人 当Log到结束过后 我们就帮你设计offer 先给谁 这个是你们现在可以做的 线上咨询 然后咨询是一种 或者是线上教育 你咨询他们 他们觉得 东西很好 可能有两三百个人了 后我们就帮你做线上教育 Education 做小型的课程 可是我的团队要跟你口头 看你有什么课程 是可以交给你的消费者的 就是说 如果找保护这些年 可能你要讲三十分钟 这样子的东西 用Zoom来做 免费咨询 再给更多的价值 其实如果你 这两个地方都做得好 这些顾客就是你的顾客了以后 当Log到结束后 这些就是你的顾客了 你的Ready顾客 这是我们会帮你做的 所以我们的团队 今天会召唤你 给你拿 看你哪个服务比较适合 你有一个提示 之前 我觉得你应该是 给我们在线上的 大家知道 怎样去用那些免费的 所谓的免费的东西 要怎样去交换 因为全部人都很 很 confused 我怎样去 我想我家 可以免费洗脸洗车 每天都 他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们是怎样安排 其实你们也是会用一种 不会用多种 会用一种 可是你也要 我不是给我们知道 我其实应该是 大家都是 免费的东西 我再解释一下 免费的模式 我再解释一次 我们100区域 我就讲 slippetaling slippetaling 可能我就找不到 如果每个行业 可能我们会有16个行 每个区都有16种行业 每个行业有5件 然后比如说 slippetaling 5000美容院 在这个平台里面 当你的美容院满了 顾客去哪里 今天是免费的 那5件商家 他会介绍给谁 他不会介绍给别人 他一定会介绍 只给这5个平台的人 他一定会把这些 顾客切到5个平台 因为他切到这5件 他才有钱赚 其他别的他没有钱赚 因为free 一定会是免费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Bikini 他实际上拿到free item 我给我解释一下 for free trial的 用户 他一进来 在3个月里面 他只有4张free的保护 那4个target 我们已经帮他配对好了 那4个是谁 3个月只有4张 free trial 就是free用户 3个月还是每一个月有4张 3个月只有4张 如果是free用户的话 如果他要每个月有4张的话 他要upgrade去付费会员 就是说991年 991年 他就可以拿到每个月4个free offer 他可以选 里面有500个商家 他可以选500个 哪里4个他要 不同的区域 还是 因为每 因为你讲 那个是付费的 他是每一个月有4张 对吗 这个 我们叫boucher credit 他可以选了 看他要哪一个 如果你讲一开始 他就要选 全部他要的话 他未必会用到吗 他是每一个月选 还是一次过选完整年的 每个月选 我们只是给他credit 然后他自己选 他选了一个 就扣一个 然后他4个 就credit了 因为我们只做credit 但只是credit 如果是credit 他不一定只可以选credit 他也可以选credit 一个月来4次网 这是很多商家会遇到的问题 他有 其实他有好处的 我解释一下 就好像刚才那位门有讲到的 今天你要卖给 陌生人容易 还是卖给首客 今天顾客来一次 第一次 我们的upsell package 我已经把你设计好了 他upsell什么配套 我们就送他什么 什么的free offer upsell500 就送他两千多饭的free offer 我们把你设计好 可是第一次来 upsell不到他不用紧 第二次他又来 你们做今天 一定会沟通的嘛 讲加餐的嘛 讲讲讲讲讲 第二次又upsell不到不用紧 第三次来 第三次来过后 如果他愿意来你第三次 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服务好 他喜欢 第三次来 其实你已经看了三次了 我想说第三次 已经开始建立那个关系 第三次第四次 我相信当顾客是朋友的时候 你要卖什么 你讲什么他都给你买 这是我们的观点 可是 我相信不是所有人来 因为有一些真的是贪笑病 那种人也是肯定是有的 可是避免不到的 可是我们做那些 真的是相信我们的服务 认真的想跟我们做朋友 当他跟你做朋友啊 你卖什么都可以 这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美容给我们的free offer 是这样的 刚才那个 那个 referrer 不是不是 I remember 如果他先 Andro Trump 的三个页先 如果他有介绍到朋友 他是一个referrer 这样子他可以 enjoy那个benefit 吗 所以他可以 他可以 引用完所有的benefit 只是他避免不到钱 他referrer人 他能去消费他有钱 他消费人 超过一百块了 他可以选择去upgrade 才可以回座钱 他可以回座 可是他回座不到那个钱 他要upgrade才可以回座钱 哦 OK OK 然后他可以用 99才可以拿到钱 他可以回座 可是那个钱他可以消费 他不要拿钱 可以消费 他消费的话对商家也是好处 可以消费 可是就不可以回座 yes yes 是这点罢了 这样子如果那些members 一般上他们如果 他们有 付 enjoy fees 他们就要写你们bank 对吗 不用不用不用 直接在app app里面 可以用credit card 或者online bank 如果有一个referrer 他很厉害的 他一个月可以拿到你500 他不可能 在里面花到晚 对吗 他要拿钱出来 对 他只要是 付费会员 他withdraw的话 他就要填边的credit card 可以的 有助攻的 对 你们除了用credit card 你们一样也是会 upload那个 他选购啊 boost上去吗 boost上去啊 你试试 没有没有 他选购 好像有时候我们在玩 game game 玩家他讲 你有他选购吗 我可以给钱你 我不是给他选购 他就给钱我 可是 这个我们就没有 因为我们注重在用 app来收钱嘛 我们app就好像touch go 他也是 他也是 他也是要啊 如果他不要还 他要用他的touch go 来经过还钱给你 他也是要scan你的touch go 才可以吗 你明白吗 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 我给这个公司 给这个公司钱 不懂 会不会有保障 可是通过touch go 都是有verified了的 他们没有做 可以找得到你吗 对 很好的 我知道可以解释一下 然后我们鼓励消费者 用app还钱的策略是 你每还的钱都会累积 累积到 他还是用你们的app付钱 可是他是用 你们也有touch go scan你们 他付过去给你们的touch go 你明白吗 这个我想一想 我问我的itt 我问我的itt 你也是有touch go 给我们啊 我要付钱我scan 就可以了咯 不是 这个admin admin technology 下 我订阅 好 谢谢你 好的好的 这样benny 我的团队会联络你 跟你拿所需要的资料 你的产品服务 哪一个我们会比较针对信息 去打的 需要做什么交易的视频 这样子的线上咨询 那些课题 我们团队帮你bans 你不用自己想 因为我们是帮你做的 所以如果你没问题 我们就在下一个的商家 OK 谢谢你 如果到4点讲不完 我们团队会召唤你们 一个个召唤你们 跟你们了解你们的产品模式 哪个产品比较适合市场 我们只做一个 针对一个产品服务 哪一个比较适合 我们就把你想策略 如果要做线上咨询的 我们会帮你想好 你自己也 在今天你们要想好先 哪一个服务产品是你们的 或销利 你们比较有信心的 然后你们也要想好 如果要做线上咨询 其实你们做生意这样多年 我相信那些 expertise 你们的知识 做美容的 做什么服务的好 你们有这方面的知识 因为我讲这样子 把这些知识 变成课题 如果真的是没有的话 我的团队帮你bans 然后给你知道 我们该讲什么课题 线上咨询 要做什么 做什么咨询 做什么教育 OK 来下一位商家 下一位老板 有哪位要发言的吗 然后我们的第二个 section 就是 第二个 section 就是会再教你们 如果用zoom 来做线上的咨询 针对你的消费者 如果从所线的media 从Face后 找到这些潜在的顾客 有吗 没有的话我就继续了 没有大家分享 所以你觉得你们的服务 可以变成一个课程吗 所有的服务 可以变成课程了 你这边发言一下 好像我们帮过一个 之前的保健品的商家 保健品是 就是推销 好像穿箱的推销 我们把它设计 它的服务 变成preview 课程 这是我的一个案例 我把他的产品 设计成一个 preview 课程 然后打广告 找 preview 那些 preview 人进来 来到他的 office 他的店 然后做 preview 的时候 在那边closing closing google 然后closing不是一贯的 closing是 package 一千两千三千 就是很多生意 产品 可以包装成 preview 如果我在单一卖 单一个卖 卖给一个人 其实是很慢的 所以我觉得创新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你们生意可以做 preview 可以做成线上课程 我们都愿意去把你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们喜欢创新 有吗 有谁要分享的吗 你的生意模式 还是有问题的 你生意现在面对最大的挑战 除了顾客的 然后我们会帮你做的就是 我们很主见 很主张就是 personal branding 肯定是很重要 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很想 挽救我们的胜利 我们真的很想挽救我们的胜利 对不对 或者是发胜利做大 可是如果今天我叫你 我今天有一个方法 我可以让你真的是 挽救胜利 发胜利做大 我给你一个方法 可是我给他那个方法 你讲 这个不可以的 我不要的 麻烦的 这样子其实代表你 不是真的想挽救个胜利 也不是真的想要 获得你的胜利 然后我所讲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做 personal branding personal branding 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肯定知道我们自己服务好 我们肯定相信我们自己的手艺 我们的知识 可是我们知道吗 消费者不知道吗 这样怎么办 我们就要通过视频 把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手艺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信心 从履留 呈现出来给我们的消费者 这样他们才会感觉到 消费者来东西 他要听 他要看 他要摸 他要动 所以 personal branding 是一个必须 如果我们只能是想挽救生意 发生做大 这是必须要做的 今天我不是要你自己做 其实我们的全服务 我们是帮商家做 做到晚餐的 一起拍这个 因为我们自己专业的 摄影团队 你不会做更紧 你今天不再是一个人了 你恰入我们社会平台 你不再是一个人 我们的团队会协助你 你没有 idea 我们团队本来想 idea 你也要讲讲真的 live topic 我们协助你 你们 live 的时候 我们也会 support 这是一个人做生意的 只要你找到平台 就是我们 我们的团队 就是你的团队 所以你们要准备的东西是什么 商家先要准备的东西是 产品服务 学习的话 你们觉得你们有信心的产品服务 你们要针对什么对象 你们要针对的是中下的 或者是中上的 你的对象是什么顾客群 好像外面人就是要 medium 你够定钱多少钱块 针对 medium 的顾客群 你要针对什么样的顾客群 你要 specific 写出来 然后你要 target 哪里的人 你的顾客群 你的顾客群你要写进来 你的顾客群 现在 accessing顾客群 是什么的比较多 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然后他们的年龄层 大概是什么年龄层 几岁到几岁的 你写下来 方便我们的团队 联络你的时候 拿到这些资讯 然后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们针对的 顾客群是中上的 我们的价钱定位有定对 所以你的价钱要给我 真正的价钱 不是 mark up 的价钱 然后价钱当中 还有包括你可以 margin 你可以 cope 的价钱 你的底线 bottom line 的价钱 要给我们 这样我们才可以帮你想到车利 Retail price 跟你的 bottom line 因为什么是 bottom line 好像做putting的 你的资讯价是1000 可是到最后 你们会 bargain 就是谈判的时候 谈谈谈谈谈谈谈 要去给你800 你的底线是800 你要给我们知道 你的底线在哪里 跟你的 YouTube price 然后我会帮你做车利 要list到处来 然后团队跟你拿资料的时候 他们就很容易很轻松了 然后为什么我们 要在这段时间里 做线上资讯 做线上资讯 我们不是卖东西的 我们是免费给婚嫂 免费给知识 有些医生就免费看诊 通过online 很厉害 做这个动作 是要在这段时间 connect消费者 因为他们都在家 全部是免费资讯 我需要到免费资讯 我就去给你看 你免费的嘛 是看看现在牙蚁讲东西 很有道理哦 哇这个牙蚁很专业 不错这个牙蚁 去通过这些线上教育 来让消费者认识 所以你上机是必须的 zoom live 也是要上机 要改变一定要 如果真的要成长一定要改变 然后如果你的产品 是出不到线上咨询的 就线上课程 线上讲解 为什么走在上面那样特别 你可以线上解释你的产品 到底这样子帮助了多少人 解释三四分钟 二四分钟都可以 讲一些Decimony 好第三期是我们的第几个Session 我们的第三个Session 是最新的人家的 我们第三个Session 是教你如何Follow up你的股份 这样子在Follow up的时候 Crossing 是我们的第三个Session 然后把你设置COD的平台 COD是如果你有产品 想把它放在网上卖 因为网上卖 你看现在卖口罩的很多是 给老钱拿不到火 消费者怕嘛 我们把你设计COD COD是Cash Contemporary 那个产品 那个油彩 或是Fedex 送到他的电了 Galaxy送到他的电了 然后那个钱 他给Galaxy Galaxy给回我们 COD平台 如果你有这些需要 我们把你设置 也能把你做 第四个Session 我们要讲的是 疫情结束后你的生意 是否需要重新订阅 从Positioning 有你的Business 是不是应该 真正的是要走 直言整特的策略 如果是真的要走 你就要 真的是Full Force Full Force 因为真的要走 一个策略的时候 要Full Force 用完全力 用尽全力去做 才可以做到 才可以做到 这个我们第四个Session 所以现在我还有时间 哪个商家想得到 现账咨询 你们可以现在分享 有吗 你的生意模式 你遇到巨大的挑战是什么 老板 这边有两个人举手 一个是Huawei Nova 然后一个是Denis Huawei 就先举手 我们就给Huawei先 我点击你 OK 可以讲话了 这样就问你 Huawei Nova 你的手机名 你的真名是什么 我的名字是Loo 你叫我Mr.Loo 就可以了 OK Mr.Lo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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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行业 我本身 我是开水晶店 Crystal NaturalCrystal OK OK 那么其实 当我第一次接触到 你 关于这个免费模式的话 为什么我进去 是因为我在五年前开始 就有 自己本身有给一个 免费服务的模式了 不过只是 自己 自己 自己的 顾客群里面做 很好啊 所以 很爱你的idea 不过就是 只是 限制在自己的顾客群 那么 因为你一讲到 可以 跟别的商家一起 变成一个平台的话 这个就 变成更大 那么我们给什么免费的咨询呢 就是说 我们会经过一种方式 来确认 每一种人应该适合带的水晶店 是来的 水晶不是每一种都可以带的 随便来带的 它有进入水果主 如果你选择错误的水晶来带 它是反效果的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是我们的专业 就是 我们会经过一种方式 那么那个方式是经过一个分析 然后 找出哪一种水晶是适合它的 来应用的 可以提升它的应格啊 可以提升它的正能量啊 升水啊 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 我的顾客 他应用了我们的水晶 之后呢 他们发现到 那个效果是 是比较简术的 这个 为什么这五年里面 我的顾客 可以说有五六十八千都是referer的 都是顾客他们refer 顾客给我 所以我这五年里面的生意都 还相当的 相当的稳定 只是我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机制好像 不知道怎样去把它 发扬更大 很好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就是这样 很好很好 其实 你这个 idea 你这样子的服务 很特别 其实你应该要做的第一步 是把 你讲你会分析 用你专业的 不同角度还是什么 分析出来哪一个水晶是哪一个人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这个 process你要把它列出来 列出来 然后列出来每一个 每一个 可能你要分析 A A B 你要分析出来后 才知道它适合什么带水晶 把每个 Analyst 放一个价值 我们把你做 Analyst A 需要200 把你做 Analyst B需要100 Analyst C需要200 总之这个价值是500 OK 然后就可以测试你什么水晶适合你 因为 对的水晶带到你身上才拿到 对的价值 真正有你的价值 如果带拖水晶 你拿到博博的能量 OK 然后今天这个价值 我们免费帮你分析 可能价值是400 200 今天你注册我们的线上执行 免费 现在注册我们的线上执行 我们免费帮你帮我做执行 就是可以从这边拿到很多的Data 然后从这边你可以做到很多Data 有把它列出来的价值吗 我们的那个分析呢 一如来呢 现在呢 我们是这个一个分析一个人 需要花的时间 大概最早要20分 而整个的分析 我们都是完全给免费的 你要是分析的 你们是用什么来限定 还是有自己那一套 还是什么 有有有 基本来讲就是用 用人的五行进入最后组 来做实际的 那么 只是说如果顾客他 买我们的idea的话 那么 我们将会提议他 看他可以佩戴哪一种的水晶 那我们有一些产品 那我们有一些产品 就当然也是全部都是那些自然的水晶 那么就看他要选择哪一种 另一点的话就是要把你的分析做一个价值出来 给大家知道这个分析是有价值的 这个分析其实如果算起它的价值 那么一般上在市场上一个这样的分析 最少就要80分以上 对把价值定出来 然后我们会帮你做策略保障 然后第二点你要的是证明 就是说 谁让你服务讲不好的 这个要记录起来 这个就是我要提升的一些 怎样能够把这种证明 这样一种一个破坏 对对对 其实那是我们的证明跟故事营销是我们的专业的 只是现在是落到我们就没有做 我们就没有出去 我们有六个专业团队拍摄是拍视频 可是我们可以教你用手机拍出那种效果 什么效果呢 其实效果重要的是Penpoint 你的证明要讲的是Penpoint 什么Penpoint 我们的团队会告诉你 因为我们的证明一定要讲消费什么 或者是喜欢听的话 他买水晶是为了什么 什么 外个人买水晶是为了什么 水晶呢是一种外在的能量 OK 可以给补助的 OK 能量有两种 一种是可以从外在来 一种是可以内身自修 可以自修的 那么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自修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从外在来 水晶就是一个最快的方式 其中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就最重要是给顾客 找到正确的 适合他们用 而不是随便买 买到很贵 或者是买到很便宜都好 如果不适合 你带来也蛮用的 所以水晶他们买的目的 是不是说我要财运好 我要桃花运好 我要生意好 我要买哪样的水晶 是这样的意思吗 那么其实每一种水晶 它都有它的功用 它都有它的功用 不过最重要你要知道 怎样去运用它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我们比较注重 就是说顾客本身要必须了解 水晶并没有改变你周围的东西 它改变只是你本身的磁场 而你的磁场 你的性格 你的情绪改变 或调整的情况之下 而慢慢 让你身边的人 慢慢的更喜欢你 你的人员就变好 所以 那个改善水晶 改善人员的水晶 并不是说 你一带了 你的人员就变改善 不是 它这个水晶 就会 让你的情绪更加 更稳定 更安稳 更 更 没有 更少的发脾气 那么 因为这样的关注 你的情绪变好了 是会慢慢导致 你的人员改善你的 这个就是我们 要关注 顾客 真正了解水晶的 用法 因为很多 很多在市场上 都会有一种 或者有一种 不对的想法 就是说 我带了这个 增加人员的水晶 我的人员 就会 就会好 不是 不是这么直接的 如果这么直接的话 这样 这样就不用 我们就不用自修 不用上课程了 所以 它有它的关系 不过 这个关系 必须要理解得很清楚 然后又怎样的应用它 运用它有的能量 水晶 也不一样 它的Energy 需要 recharge and recharge 已经可以recharge 虽然当然 它不是好像 电池 插个电去recharge 不过 它有 它的方式去recharge 这个就是 我们 要让顾客 真正的 去了解 和 应用 这样它讲 然后 看到那个结果 看到那个效果 这样 其实我这样也听 你有两个 题目了 第一个题目是 如何recharge 你的 原有的水晶 第二个题目是 分析你 适合带什么样的水晶 类似这样子 两个题目 然后 嗯 其实水晶蛮多 蛮多 资讯的 在水晶 随便随便 有几千 几千 三万种 所以 真的是 里面是 很多很有趣的 题目 所以 Find Tim Teddon 这个 Mr Lu 做水晶的 帮他 想 帮他哪个 哪个 内容 然后 词词录制 你敢上镜的吗 你敢做 Live 的吗 敢 应该没有 很好 然后安排 他做Live 的 Topic Mr Lu 应该讲什么Live 的课题 然后管就好了 我的团队一点都 Mr Lu 跟你讲 需要什么东西 好的好的 你现在stand by 你这些知识把它 倒出来 刚刚我所讲的分析 大概值多少钱 那个也是要倒出来 大概 然后分析什么东西 把它细节 写出来 我相信你那些东西 分析的细节 把它变成文字 因为你讲你分析 分析是 价值是80块 价值是分析什么东西 你刚才讲 金木水果土 什么东西 嗯 那些内容 我认为内容 我认为内容你了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 OK 还有谁 还有来个少计要分享 我们有 我们有Denis 所以下一个我们让Denis 发言 Denis 你有在吗 我Unmute你了 可以了 Denis 你可以发言 大家好 OK 我是从事手机行业 就是手机电 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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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做了10多年 OK 很好 三位评计 我也记过没有一次 去换那个 Huawei的 视频 我们总共有三家 在那边 三家电 在那边 OK 所以我们做的就是 大概都是 iMac 收集啊 维修啊 就是讲一站式啦 就是讲 你需要的电话东西 应该都有啦 可是你的 你最赚钱是维修啊 还是吗 是维修啊 耶 大概占了有 30% 应该有 维修才30% 维修大概30%左右啦 然后大概 accessory啊 我们最赚钱是accessory 电话的配件啊 因为手机大家都知道 都是不是这样赚钱的嘛 对对对 像你现在本身有没有做 online ecommerce 还是lazada shopee online 最近有在开始 在要做这 但是 没有真正去翻上网啦 那你是做什么 是做live live 暂时没有做live 因为live 讲坦白的 我们的东西如果做live 除非你的product 是你独家的带领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 因为现在网上卖的live 都不会 我看到效果都不会很大 嗯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网上 Ladada Shopee 都大脚都在卖的东西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啦 甚至最近我有做了一个 不错的 member program 扣小很多的 只是用这个不免费的模式啦 所以我就是简单来说 有没有人 那是一个 怎样说呢 你只要专门会员 OK 你得到免费的一个power bank 哇 像我们 我想问 我想问 那一个好的power bank 大概市场上卖多少钱 我买过是百多块 是差不多百多块 对啦 百多块 你只要今天加入会员 你就得到一个free的power bank 然后 你再送你一个 我们说电话啦 电话最重要都是要买 你买一个新电话 通常都要连什么 都要连一个保护膜 对对对 再加上一个casing 保护你的电话嘛 因为现在的手机 只要你一包你的 LCD 看电话啦 如果是几千块电话 一定三千 像一个iPhone iPhone最新的 像Pro Pro Max 你一包一个屏幕 最少要千八到两千块 所以我们卖的那个 camper card 是跟market很不一样的 可以直接 我可以拿一个大刀片 直接挂给你看 直接敲给你看 都没有事的 而且还有很多的features 所以 也是免费的 这样费也多少钱 然后 这个temporal gas 你觉得卖多少钱 如果这样的一个 你的屏幕 如果是两千块 今天这个屏幕 这个gas screen 是可以完全保护到你的屏幕 然后再加上它有很特别的功能 还有保护 有些是蓝光的 保护眼睛的 然后还是防挂滑的 防暴那些 不是普通的防暴啦 因为普通市场很多讲防暴 其实不用防它自己爆的 那些是那种 买的70块的for Mate 30 Pro 跌了过会也是爆 OK 有分别的 有很多的 Quality 你那种是 Curved Screen的吗 是 因为Curved Screen的 你就要用silicon 你不能用Glass的 用Glass一定爆的 所以我们有这些 因为通常购客 他们一来到 很多就是在Message Selcom DG 全的配套 都会经过我们店 我们都会 给他很好的建议 通常他们可能 他们只是 很多人不清楚 因为只是 人家说我们好 他们就会买咯 但是 我们会给他很好的建议 你的电话是Curved的 需要连的是什么样的款式的膜 而且很好的膜 有一个是我们代理的 是NASA 美国NASA 他们都有用的那种flame 真的是 你上YouTube看 子弹都穿不够的 都有啦 你会也卖多少钱 我在跟你讲啊 然后你猜猜多少钱啊 我再送 你的价值 你的价值已经超过了 应该超过300 对吧 对 再送多一个USB cable 差不多300咯 那你猜猜应该会债 应该是几十块吧 会员 99块 99 Live time 还是一年 夜历 Live time 值得 所以 那时一个顾客 就是我很印象深刻的 很多顾客 就是要买一些 可能哪些东西 比如说他要买一个电池 我们就跟他说 他问你我的扣吗 因为 我就是说原装的不能扣太多 如果你要扣的话 你就继续我的会员咯 你继续我的会员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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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继续会员咯 会有什么好处 我讲会员咯 你就送这个PowerBang咯 你再送这个Gaskin咯 他听到第一个送PowerBang 他已经要赚了 所以 所以 我们都 很多顾客都 一听了 就 都会立刻去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是 我们只能面对面 遇到顾客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去closing 但是网上 就是不知道要怎样去 怎样发扬广大 像我跟每个人说 99块 我相信你 你听了 你都会偷牙跑出来 都会 join 对不对 因为反正我给 我买一个PowerBang 都百多块了 对嘛 只是其中一样 你都觉得值得 只是问题 我们要怎样 把这个东西放上网 或者让更多人知道可以 因为我们的强项 在我们的门市的 少年室友讲坦白 我们是很有信心 只是问题是 在网上 我们还是真的 还是baby 所以 这个就是 你们的专业 看大家讲配合 我大概先了解一下 其实 你修手机 你是不是offer很好 我就不讲谁了 我才跟他点击在一起 其实 我们现在是要 connect消费者 对不对 刚才我讲过 我们做广告 做engagement 我们是不足夺 直接卖的 因为人 不喜欢配合销 又在卖东西 又在卖东西 反正就不喜欢这样子 我们的目的是 跟消费者 跟Facebook Facebook都是陌生市场 我们用我们的策略 跟Facebook市场的顾客 做朋友先 做朋友先 做朋友需要什么东西 要有优额吗 要有优额吗 这样你的优额是什么 如果你是做修手机 你有没有说一些DIY的知识 是说我可以 我看到你这些视频 我可以DIY修好自己手机 一些东西 什么手机是常见的问题 你有吗 什么东西 有有有 手机 lag 还是什么啊 是常见问题的 最专长 像iPhone 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 很多人用iPhone 可能已经用了两三 因为iPhone 都是比较耐的手机 所以他们都可以用两年三年 就算我在iPhone 6 六年了 都现在还是有人用着 我们都是还有卖很多二手机 因为很多人不清楚 他知道 你大概其实手机 两年到三年 就是你的电池已经更换了 只有iPhone 他可以在它的setting里面 可以看到它的backplay法 所以是去到多少% 就需要换这个电池 所以我们通常很多顾客 他们自己用了 用到中了 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哎 原来我的电池坏了 因为这个是真的是 风险蛮高的 像华为的手机 很多手机有些 不到一年 它其实是电池的一种 就其实这个就是很多的 消费者的习惯 我们有很多资讯 可以我们都会交很多顾客 因为很多顾客都是来到 我们完全都是不知道 这样的之类 你用一个普通的powerband 来转换你的电话 你可能会弄到你的电池 很快就坏 或者很快中 很需要很快就需要换 或者你用不一样的 的 cable 很多人就是喜欢买一些 十块钱啊 五块钱的发烧买的 cable 但是它那种 cable 其实会转换你的电池 不是电池 有些直接电话都收拾 开不到机 或者我们就问Google 你的资料重不重要 你可能你 你的电话不是很贵 但是里面的资料可能是 你家里 很多很多顾客就是 外国拍了几千张照片回来 直接拍不到机 所以这些我们就说 你很多时候就是 你可能 overnight charge 你可能就是 用不对的 charger 不对的 voltage 的 charger 很多人说 哎我要快哦 但是iPhone 比如讲iPhone 是不能 fast charge的 除了最新的那些 model 有啦 但是旧的款 你用iPad charger 或者用华为的 5A charger 你肯定弄坏你的电池 很快就坏了 所以在指示 我们都会给顾客知道 很多人真的不懂 他们就是可以用就用 很好 所以 尤其你的行业 打广告是最好的 因为打可以那些 有iPhone手机 看到你广告罢了 或者是华为手机 看到你广告 然后我们就针对iPhone 我们做几个课题 看来的是做Live 或者是做Zoom Zoom meeting Zoom也是Live的 线上直下 好像你在做的EMP mode 一样做Live 然后我们就把 我们讲到各地 当场就做解释 当场教训 他们自己DIY 可以保护自己手机 讲完了过后 我们才做offer 讲完了过后 给了资讯过后 在那边做offer 一种方式 你要做offer 可以不要做offer 可以 一种方式来 connect小朋友先 让他们认识你先 让他们认识你了过后 他们觉得 你的价值很好 真的是帮到我 这样子 你觉得你卖东西会难吗 难了 因为他认识你 给到东西价值嘛 所以我们讲branding company marketing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做出名 做branding 这个是很需要做的 因为我面对的问题是这样 因为市场上 因为手机的配件 有很多原装的 或者有些不是原装的 很多是可能是翻炒的 都很多的款式 像我讲一个iPhone的back trade 就好了 你去Apple电话 可能300多块 我们有时做优惠可能199 或者200多 这样我们都有卖一些 你要原装都有 你不是原装 我们都有 所以我们都给6个月保价 3个月保价 或者1个月 你要什么交易我们都有 但是很多顾客 因为现在很多就是 网上他写是原装 但是未必是原装 所以很多顾客 如果是当面 我们直接closing 直接check 直接讲 肯定他是会 closing率是很高的 通常10个 我们都会closing到67个的 他们都会听我们的建议 但是如果网上卖 挑战就是 很多人会 我去check on seno 可能很多人是讲 你是卖199 你讲是原装 我外面找到更便宜 可能是 他们也是99 也是原装 其实可能不是原装 我这里卖99的会员 然后这种video 我相信在Clang Valley 用iPhone 用华为的很多 我们就针对这些人 他们有 没有啦 我们做的比较多 都是iPhone 因为华为都是很多 然后讲多一些课题 讲多一些课题 关于是iPhone 会遇到的问题 不只是看你所讲的东西 可能iPhone会遇到的问题 frequent的问题 这样子来DIY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你们做手机 你们可以有这种知识 你这种课题来吸引他们 进来你的Live 进来你的ZoomLive 我们用广告来吸引他 进来ZoomLive 然后给知识 给价值 做会员 这样子来慢慢建立你的Google群 很重要 可是我一个想法就是 你说免费东西吗 我们一定要 这样我们可以免费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 因为很多顾客都是 比如说手机进水啊 或者手机一些毛病啊 我们都可以免费跟他check 这个因为你可能去 比如去三星 比如去三星的话 你可能一个check 这个手机毛病 可能他都收你一个30到60块 或者去iPhone 他可能也没有做什么 他就收你80块钱 我们是可以做免费 我在想到我们也可以免费 或者免费 或者免费 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就 想到一个就是 顾客会不会来了 就是我拿了免费 Cable 我就走了 所以我们也 也不 因为除了service 我们可以 check了过后 我再跟你说 你有什么需要换啊 你有什么需要 维修啊 我们再给你 特别的优惠 我给你一个一件啊 在一两年前 有一个手机店很大间 我忘记是什么名的 他免费送什么 他免费送Temple Guys 或者是Cable Mindia 忘记掉了 然后他店包 然后我忘记 我不知道他也没有设计upsell package 我忘记掉了 可是我们的好处是 我们不只是 让Google 包 我们帮你设计upsell package OK 当Google 免费了之后 我们的upsell package 已经放在旁边了 今天你买 可能你买多一个power bag 还是什么不懂 你买这个公司power bag 每天价值100块 或者是90块 50块 我们送你另外三个商家的failover 价值是350块 对 这个其实我也是要做 就可以提升你的upsell rate 其实八年前 因为我有几间店 店我开张的时候 我们就是 你只要加入我们会员 我就送你1000块的voucher 其实我都有 对 就是那个voucher 也是有很多 修车啊 美容的 剪头发的 都是有 我们都有做的 只是可能那时就没有大 就怎样去focus 就怎样去focus 在那边了 所以都做到不是很多 那个是我们就 製造一个布置 总的这本布置里面 你只要买100块 你买100块 我送你1000 所以 我们的模式很 不过我要解释一下 我们的免费 就是没有条件的 不管你给的 或者其他商家给的 都是free的 其他商家给的 就是没有条件 因为外面做的很多是有条件的 百万free one 你吃怎样还是做哪个 这是普遍的 我们的就是free的 然后free的好处是 它可以让你的店爆 你想一想 每一条100个人请点店 你会出名吗 100个帮你穿 哇那些店有免费的 100个穿100个啊 你的店啊 在短短三个你就出名 真的就出名了 因为你讲free temple graph 已经有很多店 店在做这了 跟你说 两年前多人就做这了 所以 所以 我也不清楚要free什么东西 才会 我们的团队跟你谈 我们的团队跟你谈 他会给你爱意见 看你什么是 within 你的 course 然后我们的团队跟你谈 他会给你 advise 他所讲的那些课题 他们都会跟你谈 应该讲什么课题 应该这样子做zoom 应该以什么课题来信那些人 他们会跟你谈 这是什么你做的 因为这几天我们 我们的团队都是在 一直在讨论 要怎样去 因为我们出不去 我们的店面 在那边 在家里也做不到什么 对对对 要拿货也麻烦 也先出不去 所以我们也很挣扎 要怎样 在这两个星期里面 有什么可以发挥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很有 很明确的目标 就是开店了 过后 我们就是一定要转型 就像你昨天有分享的 就是 很多人就是丢几百千 200万去装修 去做 但是都没有 没有丢那个钱 在那个 Marketing那边 对 所以这个 我也很想去 真正转型 因为 在这一个月时间 我相信 很多人的习惯 都是从 线下 转到现场 所以我相信开店了过后 我们的这个门市的生意 肯定会 比以往可能跌一个二三十%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把你生意放线上 哈哈 不要担心 OK 所以这段时间 我觉得就是 用你的 我们的知识 来给这一群的消费者 来给他们 让他们 让他觉得 这个之前店真的是 很认真 很细心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提供真的价值是有用的 消费者会appreciate 但appreciate 所以他想要买什么东西 他想到就是你 这个就是我们都要做的 所以你自己一个人做很累 今天我们20多个团队 一起做 哈哈 所以你不会这样累 我们不只是帮你做 我们会给你idea 这样子做得更好 因为之前我都有请人去做 但是 做到 不拖不水 不谈不水 所以就是很麻烦 因为你自己请一个团队 也是一笔费用 很大的费用 所以就算请到 也未必达到 我们要做的要求 他可能也不知道 我们要的是什么 所以如果可以配合到 我相信这个 看可以怎样去 跟他做 跟他做 跟他发扬起来 对 谢谢你 谢谢你 OK OK 还有谁吗 没有的话 我们就提早结束 然后我的团队就更快的可以 开始给你们了 还有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现在提早结束 然后我的团队现在 就应该有两三个 会召唤你们给你们拿 然后给他们所需要的资料 老板们这里还有谁想想要发问的吗 可以举手 我顺便想问一下 还有哪一位老板需要 Document Format的 Form 请在下面留言 除了Jayden老板 还有其他老板吗 所以就这样了 谢谢你们 然后我们第二个Session 让我讲到 第二个Session 我们就会教你用 应该是把你做个视频 这样子来做那个 现场咨询 所以我的团队通知你 拿出我需要的资料 就希望商家可以配合咯 你快点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把你 更快的公司那个Idea 策略改那样子做 因为这个是要互相配合的 OK 快点把资料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跟快点的Franstorming 这边是变想 请各位老板们 我们第二场的Session 会在4月6号 4月6号同样时间 也是两点 所以我们团队今天 拿了你的资料 在这几天 他们就Brandstorming 所需要的 咨询的课题 Live的东西 你们的车链各样的做 OK 所以谢谢你们 再一次谢谢你们 OK